那个时候我就觉得 迷京剧迷得不要不要的 不仅仅是京剧啊 迷京剧老生这个行当 因为其实此前我学了老旦 我跟确敬贤一样 我先学老旦 学老旦以后啊 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奖 老师们就发现这个孩子 这个口齿很清晰 声音特别洪亮 所以就有一位老师就跟我说 哎呀他说佩宇啊 你说这个学老旦啊 你知道我们老旦行里面 有一位特别显赫的大师 叫李多奎 我说我知道 李多奎大师是李派老旦的创始人 我学过很多位李派老旦的 这个传人 学过他们的录音 拜访过他们 其中就有我后来的校长 王沐云老校长 他就是李多奎先生的 入室弟子 那么那个时候学老旦 后来这个老师呢 就跟我说 他说你呀学老旦 你唱到李多奎先生这样的份 这样的级别 好像也只能跨刀 所谓跨刀 就是傍着其他角而言 自己不能够成为一个班的班主 或者领先主演 哎呀 这个事情对我来讲 还是触动很大的 因为对我来讲 我喜欢京剧 是出于自己个人的爱好 其实更有一部分的原因是 小孩子想出风头 小孩子想在舞台上表演 让更多的人看到他 让更多的人关注他 就像现在很多小孩 学视朗诵 学主持人 学话剧影视表演 甚至学街舞 哪个小孩不想让自己站在C位 这个每一个人 其实都对于C位这件事情 是有执念的 我们小时候也有 所以呢 这个老师就 一语就点破了我内心 他说你啊 一定要改老生 你改了老生 才有机会站到C位 当然原话不是这样说 因为那时候还没有C位 这种说法 说你改了老生 唱老生 才有机会挂头牌 挂头牌 就是今天我们说的C位 这个概念 挂头牌就是领先主演 就是第一主演 就是百花荆棘奖的最佳男主角 女主角 就是这个概念 我当时12岁 我心里就想 老生 带着高方巾 带着黑三染口 一袭素靴子 拿个马鞭 或者拿个扇子 哎呀 多帅呀 因为此前我在电视里 看到过好多 京剧的老生演员 演的那个老生戏 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知道 耿其昌老师 于奎智老师 李崇善老师 等等 当年在电视里面 经常能看到他们演戏 哎 这个扮相啊 嗓子演的戏特别好听 所以呢 这位老师一下子就把我从老旦 已经进了京剧的大门了 从老旦这个行当 就给我带到了老生这个行当 同时他又问了我一句 他说你知道我们京剧老生 有好多流派 你知道什么流派吗 我说我知道渔派 他说哎呀 我就是教渔派的呀 我就是教渔书炎先生的这个渔派 其实那个时候呢 我并不知道渔派是渔什么 就知道有个渔派 后来其实就是阴差阳错的 就跟这个老师呢 就从老旦改了老生 这位老师现在已经过去一百多岁了 范石仁先生 是我们上海的一位资深的渔派老生的这个声枪的研究者 嗯 他就把我从苏州 带到了上海 带到了这个很多的票房 让我跟上海的票友认识 在票房里面演唱 哎 大家呢就议论开了 说苏州来了一个女中学生 那时候我上初中一年级 来了个苏州的女中学生 哎 其实这件事情 是 你现在想起来是很很诡异的 就是我们认识的很多的这个戏班的老先生 说的都是金片子 如果你普通话不灵 唱不好戏 那时候是这样的一个标准 后来先生就把我 范先生就把我带到了上海 刚好那个时候呢 是1991年的秋天 上海市戏曲学校开始招收92级的学生 距离这一次的招生 已经有十年上海西校没有开过章了 那么在我们上一班 就是今天大家知道的 史宜宏 延庆古 他们这一波艺术家 跟我们已经差十年 上海西校没有招过 招收过新生了 其实现在呢 戏曲学院 各地的戏曲学校 戏曲学院 每年都招生 这个在这儿说一个 好像不是太正面的一个话题 就是每年招生 有每年招生的好处 同时也有弊端 就是没有这么多真有天赋 真有热爱的孩子 年年想来考 还符合这个条件的 这是不容易的 那个时候 同时在91年报考上海西校的 大概有几千人 可能要上万人报名 最后收了54个学员 就是我们这班92班 我呢 学号是54号 最后一个进来的 因为建国以后 不允许戏校招收男孩子 学老师 学弹卷 也不允许招收女孩子唱花脸 或者学老生 所以只能是男的 学男的行当 女的学女的行当 这一下呢 就把很多的热爱的 这个京剧的这个孩子们呢 都拦在了门外 就这一年我就去考 考的时候呢 底下的考官 说你会什么呀 我说我呀 会唱老单 我也会唱老生 但是我这次来呢 我是要考老生 哦 你会唱一段吧 唱一段 朱连寨吧 昔日有个三大弦 好唱吧 一唱 所有考官全震了 我这不吹牛啊 这个 如果你们有机会 认识当年这个 坐底下考官 你们去问 是不是那个 叫王沛宇的考生 把评委都震住了 确实都震住了 这孩子唱得太好了 我现在想想 如果我是考官 我坐底下 听到那个12岁 13岁 14岁的那个小孩 唱得那么 你再唱一个老单吧 老天爷 睁开了三分眼 一样 老生老蛋 还各有区别 说明这个孩子 模仿能力确实很强 我们的这个 京剧专业 需要这样 有模仿能力的孩子 好 你再来一个 才艺表演吧 以前考西校的 才艺表演 除了本专业以外 因为有很多孩子 他是不会唱精细的 来 蹦一个 跳一个 翻一个 或者来个咕噜毛 都行 老师问 这个王沛宇 你会什么才艺 我说我会演小品 打手辈 演小品 这个各位 当年你们知道 最红的小品 就是宋丹丹老师 赵本山老师 他们演的那一系列的 这个 这个乡亲 小草 等等 各种 反正就是学 学宋丹丹和赵本山 这二位老师的小品 一学 又把那些评委震住了 这孩子太逗了 后来 考完以后 所有的考官 在我的专业评分上面 都打了很高的分数 可以说 所有考生里面 我是最高的 但是会后 这些考官 和当时的文化局的领导 开了一次大会 说这样的孩子 我们到底要不要收进来 因为不收进来 是可惜的 因为这孩子确实不错 如果收进来 是有风险的 因为新中国成立以后 就没有过 任何专业学校 开过这个先河 如果这个孩子 现在不错 到了系校以后 将来不出来 我们就成为 可能 这个社会上 会对我们有非议 或者说 明明这小孩 可以在其他领域去发展 但是到了戏曲行业 吃不了这个苦 半途放弃了 是不是我们也对不起 这个孩子 等等吧 反正是 各种各样的议论都有 最后呢 就决定 不收我 这个消息啊 就后来就传到我这来了 这个文化局的领导 戏校的领导 都觉得你特别好 但是呢 诸多原因考虑 还是决定不收你 哎呦 我当时我记得 我就哇一下哭出来 这个哇 是我有史以来 就从小到大 到济世到现在 我从来没有这么哇过 就是真的是哇一下 哭出来了 这个哇里面有好多委屈 我好不好 你们都认可我 我很好啊 对吧 我又会演小品 我又会唱老单 我又会唱老生 而且我还那么乖巧 老实上干啥干啥 除了有点近视眼 没有缺点 对吧 居然不收我 没有我太委屈了 哇哭哭哇哭 后来这哭得 他们都心疼 当时看见我 哇哭得有好几个 一个是范诗仁老师 就是让我改老生的 这位老师 还有一位呢 是范诗仁老师的公子 也是他的这个大儿子 也是我们上海经济院的 琴师范文硕老师 他是给李强华老师操琴的 这个造诣非常高 还有一位呢 是这个当时新名晚报的文化版的 这个记者 翁思赛老师 还有一位呢 是王思极老师 是系校当时的这个老生的指导老师 也是我后来的恩师 还有一位呢 是王思极老师的好朋友 也是一位渔派的研究者 那么后来也是在系校里面执教的 这几位老师都看见我挖挖哭 说不行 我们一定要让这个孩子 有机会去到专业学校 接受专业的系统的训练 将来有一天 哪怕不上台 我们在学校里面教系也是好的 京剧需要这样的小苗子 小人才 这样呢 说怎么办呢 就大家就给我造舆论吧 说那个想办法 后来我自己呢 就想到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呢 我说自己写了封信 这个故事好多人都知道 写给当时的上海市文化局局长 马博敏老师 我喝口水 现在有多少人在看了 三千多 三千多个人啊 比我在青英会现场看戏的人还多一点 我写了一封信 信上是主要大致的内容是这样写的 我是来自于苏州市第21中学的学生 我的名字叫王沛宇 这次来报考上海市戏曲学校 我报考的行当是老生 此前我学过十八张半唱片 此前我学过什么什么什么戏 我同时呢 跟什么什么老师学过 最主要的还不是这个 我最主要的内容是 我立志把我这一生奉献给我热爱的京剧事业 一个十四岁的小孩 在遥远的将近三十年前 就有这样的一种理想 信念和抱负 我觉得我非常的尊重他 当时呢这封信呢 写完以后 我就让我妈妈揣在信封里 我说这个信呢 不能寄挂号信 也不能寄这个普通的信 必须得闪送 妈妈去闪送 这个 我妈呢真的确实也是在我的这个成长道路上 一路给我很大的支持和鼓励的人 他就把这个信 就带着去找这个马局长去了 马局长当年 当时还在文化局里 这个早晨 一早九点钟还在开会 他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这个马局的秘书就问他 请问您是谁呀 他说我是这个 系校一个考生的家长 我有几句话想 代替这个孩子 把这个信交给马局 请马局看一下 哦好好稍等一下 没过多久呢 这个马局长就出来了 然后呢就简单的交谈了一下 就看到这封信 因为马博敏局长 马博敏老师现在已经退休了 马局长他当年是文化局的领导 其实此前他也是京剧演员 后来才做了这个干部 他看到这个信以后啊 因为这个干过我们这行的人都知道 如果有一个小孩 对于我们这份事业 因为其实当年九十年代 整个戏曲事业都是处于低谷的 有人愿意把自己的一生 热爱奉献给这个事业 其实是非常感人的 所以后来马局看到这封信以后 非常的感动 他说行 我们内部再商榷 再讨论一下 我们再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 没过多久呢 上海西校就给我来了一个录起通知书 当然后面有一个简短的复言 就是说 以失资 招收失资为一个理由 因为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 把你收进来 其实当时上海西校只收53个学生 那为了我呢 就破格开了54个名额 我就是第54号 这个故事很多人是不知道的 因此我想在这说什么呢 就是从你作为一个小孩 你一定要从小建立一个很明确的 奋斗的方向和目标 当然不见得说 你一定要成为科学家 或者一定要成为一个宇航员 因为科学家宇航员毕竟太难了 或者说你成为一个这个教授 或者成为一个学者 或者成为一个艺术家 这些事情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天时地利人和 可是每一个小朋友都可以在自己 从小的时候就可以找到自己的兴趣 找到自己的兴趣 无限地去发掘 并且愿意为自己的兴趣去投入时间 投入自己的行动 失之不渝地 不言放弃地 一直坚持下去 我觉得这件事情 对于今天的小朋友 今天的青年一代 是有很大的好处的 尤其是我觉得爸爸妈妈 在这个事情上 一定要支持我们的下一代 因为如果没有兴趣 你不会热爱一件事情 是做不长的 最多也就是为了分数 为了爸爸妈妈满意 才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觉得还是蛮遗憾的 好 现在呢 我们想要抽取一些 网友的问题 我们来做一下回答 好 我们工作人员收集了一些问题 关于家乡 有一个网友提问 说余老板 你对故乡苏州和第二家乡上海 有什么不同的情感呢 是这样的 我离开苏州的时候 苏州还真的是一个小苏州 90年代初 当时我离开我的故乡 还有另外一个 除了喜欢京剧 想要考戏校以外 还有另外一个想法 其实是为了离开父母 为了离开自己特别特别熟悉的那个热土 因为那个地方对我来讲 我每天上学 骑着小自行车或者我步行 每一块石子上面的记号 我都记得清清楚楚 往外飞吗 我觉得这种感觉是 很值得理解的 很值得被理解的 所以我就想离开那个 我特别特别 已经非常非常熟悉的 熟悉的再熟悉不过的那个地方 我想去大城市里看一看 离苏州最近的大城市就是上海 刚好上海又有很多的亲戚在 所以我想那个时候离开苏州到上海 其实不是一个特别特别孤单 或者特别寂寞无助的一个选择 还是蛮好的 而且我们那时候进西校的时候 还是这个14个人一个大的宿舍 有很多小伙伴在一起 大家都是冲着一个理想和目标来的 所以还是会觉得很有乐趣 然后到了上海以后 你想92年一直到现在 将近30年28年的历史 在这段时间里面 上海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应该说 我那个时候刚刚到西校的时候 是在我们上海的市中心 现在的上海文化广场 那个剧场的原址 就是我当年在的西校的原址 那个时候的剧场是一个蒙古包 外面是一个振华车队的一个 公司的一个所在地 然后我们要从 从这个复兴中路这个门进去 走一个很长的长廊 到老戏校的那个大楼 然后呢没有电梯 我们的宿舍和练功房 教室都在五楼 那个楼呢又是那种老式的 老的大的洋楼的那种盘楼 每次上楼下楼都会觉得很累 但是你发现就是你的身边的 小朋友都是跟你是一样的 穿着军大衣 然后每天围着文化广场跑步啊 然后各种锻炼啊 然后大家每天起早贪黑的学习啊 练功 所以其实我们对于上海 对于老戏校 对于上海市中心 复兴中路 然后这个瑞金路那一带 陕西路那一带 我们是还是有着特殊的感情的 后来我们这个戏校 因为各种原因 我们搬到了新址 这个新址呢 是在连华 不在这个中山西路 对不起 在中山西路 我们当时搬过去的时候 中山西路旁边正在建 内环高架路 现在内环高架路 是一个非常老的路了 那个时候是在打地基的阶段 所以我们搬到中山西路的时候 每天一边压腿 一边踢腿 一边跑步的时候 就听到外面 在打那个高架路的这个桩子 一直到后来 我们从中山西路 又搬到了莲花路 这段时间 二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们也看到了 上海翻天覆地的变化 甚至到现在 我们发现有很多的 百年老店 百年的老品牌 原来是苏州 姑苏的百年老品牌 都已经不再是 只属于苏州 这个地方的老品牌了 它已经变成了北京的 或者变成了上海的 或者变成其他地方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 故乡的情节 家乡的情节 一直在我的心里面 挥之不去 你要说我更喜欢哪个 真说不上来 也许我想再等我老一点 60岁以后 我可能会到苏州去 过过退休的生活 这也可能会是我一个选择 我们再来看一下 余音阁 有一位这个网友 叫鸭鸭 他说余音阁固定对外开放时间吗 未来有什么机会 可以前来看戏游览呢 目前呢 余音阁还没有完全的对外开放 当然我们是对外开放的 但是你要来参观的时候 需要预约 如果大家要来到余音阁参观 或者是打卡呢 可以关注我们的余音阁 微信服务号 我们会这个定期推送 余音阁的一些活动的消息 也有余音阁的联系方式 因为受疫情的影响 我们现在还没有在这里 每天开展正常的演戏 今年的十月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也就这个月了 长假过去以后 我们就会进行密集的排练 梦影牡丹亭 是由澳门和上海两地 共同出品制作的一个原创舞台剧 将在我们余音阁的戏台上首演 十月的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如果大家有兴趣 可以买票来看 这个原创戏呢 对于余音阁的 今年这个戏楼来讲 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一个作品 希望大家都能来捧场咯 好 还想看看 有一个叫 猪皮美美的朋友 问 于老板平时爱吃什么 我爱吃的东西呢 是很 比较这个杂的 我喜欢吃 牛排 其实有很多人知道 有一段时间吧 在2008年左右 我大概一直到2013年左右 我一直是吃素 也不是信仰的原因吧 就是反正有一段时间 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想法 就吃素 一直到后来呢 就体检的时候 医生建议 他说你有一些指标 不是特别好 那么还是建议要多吃一些高蛋白 精蛋白 比如说鸡蛋 牛肉 这些都是还是要吃的 因为作为一个演员 你如果没有气力 唱不好戏 你再好看 也是没有用的 所以在这要说个题外话 说什么题外话呢 我遇到过很多的小朋友 非常年轻的小朋友 问他 你们将来的理想是什么 有很多小朋友说 我想当明星 当我听到这个说法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会咯噔一下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就可以知道 今天的小朋友 年轻一代 和过去的年轻人 每一代年轻人的理想 或者心中崇尚的东西 说向往的东西 真的是很不一样的 这个不关于对错 但是我很想跟这些说 想当明星 拿明星当职业的小朋友 说一下我的想法 明星是一个社会的认知 社会对某一些 比较有社会影响力的人 对他们定位为 定义为明星 但其实明星 他不是一个职业 我们的生活会出现很多 各种领域的明星 比如说最常见的就是 艺人的明星 比如说演员 表演专业的明星 演艺专业的明星 对 还有一些呢 比如说我们的劳动模范 也是明星 我们的抗议英雄 也是明星 我们的特别好的老师 也是明星 等等 在我们生活的 方方面面 社会的各个层面 各个角落 各个领域 都有明星 明星是公众人物 明星同时也承担着 很多的社会责任 这个 如果一个人 只享受他作为明星 带来的光环 和带来的很多的方便 那对不起 这种事情是不会长久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从我开始学习 苦苦煎熬了 十几二十多年 好像突然有一天 我发现走在大街上 就会有人认识我 或者说我走在书店里面 就会有人说 认出来余老板 去求个合影 或求个签名 那一刻呢 我又会觉得 我好像不仅仅 只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了 我好像有一点点 这个社会的知名度 或者有一点点 公众方面的 小小的号召力 从那个时候 我就其实蛮感慨的 我觉得老天爷 赏饭 让我唱戏 大小算一个小绝 同时 你还能够有机会出圈 在抖音上也有一些粉丝 在其他平台也有一些粉丝 然后你做一些事情 做一些吆喝 说一些话的时候 有人愿意听 有人愿意追随 这是一个福报 是我个人可能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 最终得到的一个结果 但是这个结果 不是我们刻意去追求的 我想作为我来讲 我更多的时间精力 和辛苦吧 付出在很多 大家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 我就想说明星 他真的不是一个职业 也不是一个值得 去追的一个事 他应该是我们的榜样 所以所有的 已经成为明星的人 或者已经有社会号召力 影响力的人 应该担负起更多的社会责任 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好 我现在再来看一下 有一位 业余音符玩家 这位网友说 于老板 想让我们家小朋友学金句 您觉得几岁开始比较合适 这是个好问题 其实呢 学系 不论早 不论晚 都可以学 但是 前提是 你要让他干嘛 这件事情一定要想清楚 你是想让他 进入专业 成为一个职业的金句演员 像刚刚我们带大家看到的 小宋老师 长青月老师 他们这些 是带着 这个金句演员的专业身份的 那是另外一回事 如果你是想要让小孩 接受一下金句艺术的熏陶 那 可早可晚 还有很多人问我说 这个 我已经七十了 都退休了 我现在突然喜欢上金句了 我现在学还来得及吗 我想跟大家说 甭管你是三岁 还是八十岁 都来得及 因为 金句就是这么接地气 而且它的受众是非常广泛的 小孩 有小孩愿意看的东西 比如说几岁的小朋友 看什么 看武打戏 看神话剧 看孙悟空 看台上很多的小哥哥小姐姐们 在水里面打仗 游泳 在山上翻跟头 各种的趣味 小朋友都能够在金句当中去感受到 那 年轻人呢 看什么 看价值观呢 看这个技术啊 看艺术啊 看职场上的竞争啊 看一个人怎么能够提高情商啊 都可以在我们的戏里找到答案 中年人看什么 看人生的旷位 你说诸杀制了 诸葛亮了 这种这种戏 一般人可能 在自己的生活当中 普通老百姓生活没有这么大的 跌宕起伏 可是如果你在戏里面 你就可以得到 在人生当中 你完全得不到的那些体验 所谓共情或者共鸣 人生啊 总有很多的不圆满 咱可以在戏里求啊 这个 为什么说中国金句 中国戏曲 它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几乎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以上的 都是大团圆的结局 都是大团圆的结局 有一出算一出 这个哪怕是那么悲伤的大悲剧 那么虐的大悲剧 肇是孤儿 最后依然是替父 杀了这个仇人 它依然是这个大团圆的结局 当然今天对于很多的人来讲 我们的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包括价值观 包括对于文化这件事情的认同 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是没关系 总有一些事情是一直存在在那里的 我们看金句 看戏 是看什么呢 我们先不要去批判它 先不要说它节奏慢 先不要去说它吵 先不要去说它离我们今天的这个距离比较遥远 有人说金句节奏慢 这完全是一种误会 说哎呀 明明一句话就能说清楚 你们戏里啊 咿咿呀呀 要讲很多 其实这有什么关系呢 各位 现在几乎没有年轻人不追剧 明明一句话能说清楚的 你为什么要看三十集四十集 还有的片子七十集 你为什么要看 是因为 你有很多在这个剧里面的感受 可能你会笑 可能你会哭 可能你会陷入思考 所有这一切都是 艺术啊 都是为了让你 让看的人 让观众在观赏的过程当中 得到情感的共鸣 我们在台上唱一出 这个乌盆记 这个乌盆记 又跟大家说戏又说开了 乌盆记 是一个被人杀害的冤魂的故事 一句话能讲清楚 这个冤魂呢 被附着在一个盆上 然后呢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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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魂呢 有一天突然碰到一个 能救他的一个老爷子 就跟他说 你能不能把这个盆带到包公 包大人那里伸冤告状 我呀 是被人冤枉害死的 横死的 我很不甘 你呢 代我代替我去这个伸冤告状 假如说 我能够有机会还扬 当然这个戏是一个 过去封建迷信的戏 我能够有机会还扬 我一定来生当报您的大恩大德 就这么一句话的事 结果呢 我们这个演的这个鬼魂刘士昌啊 在里面唱了将近15分钟的一个大段的反二皇慢版 转圆版 不懂戏的人 不能够理解中国戏曲的表述习惯 他会觉得 不用唱了 太慢了 但是你真的沉下心坐在剧场里看戏的时候 你会发现咱们听的就是这一口 看的就是那个扮相 这种举手投足之间体现出的造型的美感 音乐伴奏体现出的那种戏剧的张力 节奏感 层次的推进感 真的无与人比 所以我一直说金剧是剧场的艺术 为什么我做了这么多的推广 传播和探索 到各个地方去 到有年轻人的地方去讲金剧 就是为了让大家有机会回归到剧场里面去看戏 你一旦到剧场看戏 就像那个足球迷 你如果在这个家里面啊 你再大的背头 再大的投影仪 看都不如在现场跟着一起呐喊 去看的那个 那个现场感来的嗨 所以剧场是金剧专属的地方 当然现在的观赏习惯发生变化了 我们可以在剧场看 也可以在抖音上看 也可以在视频里面看 可以在手机里看 你可以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看 但是终归它属于舞台 而且我们的来源就是舞台 我们的去向也是舞台 金剧艺术从过去来 没错 它是传统艺术 但是走到今天 它活在了现在 活在了当下 我相信通过我们这代人的努力 未来还会走到一个很好的未来 当然可能三十年五十年 一百年以后的金剧是什么样子 我们现在无法预测 但是它一定会在 相信我它一定会在 好 现在我们还要再说一下什么 哎呀 这个鱼爸爸掉下来 你怎么躺 躺下了 坐好 坐 坐 坐 嗯 他就是想躺 他累了 好 那你就躺着吧 那个 嗯 今天这个直播呢 嗯 你们走吧 几位小老师非常辛苦 走吧 嗯 我们给大家呢 准备了 嗯 很多的这个环节 包括小礼物 啊 包括带大家看 余音阁 啊 楼上楼下 台前台后 都带大家看了 嗯 最后呢 我想 给大家唱一段 啊 因为讲了两个小时 连续讲两个小时 嗓子基本上已经都跟了 跟的意思就是 嗯 发不出声音了 所以呢 唱的稍微短一点啊 给大家唱一小段 琴琼麦玛 好吧 好 我们到台上准备一下 音乐准备好了吗 好 我要从出将出来啊 大台唱 唱大坝 唱 唱 才 唱 起音乐 唱一点钟啊 唱 唱 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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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HYM peng Dave 唱 功 oa 功 秃达�usal 功 蓝 choir & sapi 唱 功 tighter крет視 reads 酷晃 轻达杰囹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掌声在哪里 好 那个各位还有什么 想要我继续再说的吗 好 如果没有的话呢 我们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看看 天色已晚 已经 是一个黄昏了 我们这边 到了晚上 整个戏楼是非常非常 非常漂亮的 舞台上会有光 然后四周我们会用 这个景观的灯 把所有的木雕 全部都给它 称出来 是非常好看的 10月24 25 26 在这里呢 会有 三天的 梦影牡丹亭音乐剧的 这个表演 同时呢 我们在10月7号 我们也会跟 另外一个乐队 叫秘密后院合作 10月7号 也会在鱼音阁有一台 小型的音乐会 在这里跟大家见面 好了 接着呢 我们也就是会 跟大家说再见了 然后 希望大家一如既往的 支持鱼音社 支持王沛鱼 支持金剧事业 同时呢 也多多地 在抖音上 关注我们 我们也会持续地 产出很多很多 跟金剧相关的内容 带大家认识 好玩的金剧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感谢观看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